好 确实有秘入器来还原整个案发经过 也让社会来公平 究竟警方是否有做不对的地方 不过看起来真相还有事成确实是蛮明确的 而再来我们看到台中市第三分局的远警 昨天被检警大动作的调查 原来当中有六名远警向桌令月者行个封便 让原本是被吊销的罚单改为吊扣的罚单 所以让这些车子搅完罚单之后呢 就可以牵走方便这些租赁业者 可是呢这已经涉犯了未造文书罪 那么检方认为远警协助租赁业者 把这些吊扣车起死回生的试证 相对来说是明确的 而这只是第一波清查 后续很有可能会继续传唤业者 厘清更多的案情 中市第三分局六名远警遭到大动作搜查 疑似开离不实吊销罚单 二十号台中地检署依涉嫌未造文书罪 传唤二十几位租赁车业者道安说明 最终有五名远警 以十到十二万交保一人请回 远警和租赁业者合作演出 让吊扣车起死回生 汽车驾驶因为违规被吊扣车牌 按照法规必须等六个月扣 才能领回上路 不过租赁业者发现法规漏洞 刻意让吊扣牌照的车子上路 再经由远警开单变成吊销牌照 这时最多就只要缴 一万零八百的罚缓 就可以重新领牌 让车子再上路继续租车营业 利用这招从吊扣变吊销 让车子起死回生 不过会被发现也是因为 五名远警开出吊扣罚单的数量 太异常 我们至少会跟他们 近一段两个过 而且会掉地服务 警方表示会开着吊扣牌照的 车上路的驾驶少之又少 一年顶多个位数 但五名远警三年来 一个人却能开到将近二十张 相当可疑 吊扣牌照六个月内不能领回使用 但如果是吊销 依照道交条例第十二条 处三千六到一万零八百的罚缓 就可以重新领照 但新法规已经上路 因为其实在去年 就已经修正了道交条例 第六十六条汽机车 已经被注销或者是吊销牌照的 一样要满六个月 并且要主管机关检验合格 才可以重新领照 就是为了要避免有人把惩罚 当成钻漏洞的管道 台中第一检署补充 十九号是第一波传唤清查 二十几位租赁业者中 有九位确定由远景开离不实 吊销罚单 后续会继续查 结算出不实罚单的数量 TVC的理想要罗歇 三居小组台中报道 台中市警局传出这样的 警惕问题 当然啦 这个卫造文书的罪嫌 究竟会不会落实 还要检警进一步的调查 可是远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用什么样的手法 进行这样不守警惕的行为呢 社会大搜查线 我们邀请到的是于亚 来到我们现场 于亚晚安 晚安 大家好 好于亚 其实我就觉得 好像有点游走在灰色地带 而且呢 我其实也非常好奇 不晓得之后 检方会不会查出 这些远景跟业者 是不是有一些 对价关系 灰色收入 但都要看检方怎么去调查 但是远景 他们做这样子 撤销罚单 再重开一次的手法 到底是什么呢 像其实这个案子啊 这个台中这件案子 它其实不是个案 因为其实在去年 前年的时候 在那个新北 还有桃园 新竹也有警察 用过这样的方式 来涉嫌这种贪污的行为 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 吊扣跟吊销来讲起 那吊扣是什么呢 吊扣它其实只是 暂时性的处罚 它只是把你的牌照 暂时扣在监理机关 那等到这个期限过了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领回去了 但是吊销就比较不一样 吊销就是你的整个牌照 是整个被取消不能再使用的 但是吊销一个比较特别的点 就是你只要重新验车之后 你就可以再把你的牌照给拿回来 所以这个有个吊诡的地方 听起来吊销是比较严重 可是怎么是吊销的罚则 还比吊扣还要轻 所以其实这个租赁 就是这些嫌罚 租赁业者啦 他们就是透过这样法规的漏洞 来进行一些不法的行为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们这个手法 从这一个 他们一开始违规来讲起 他就是租赁车业者啊 他们可能就是驾驶 他们在上路的时候 因为一些危险驾驶的行为 被人家检举被开单了 那警察就给他判说 你要吊扣牌照六个月 虽然六个月对一般人来说 可能还好就是暂时性的不要开车 但是对他们 以这个车 就是他们的身材工具的业者来说 六个月损失真的非常非常惨重 假设说你一个月可能 一天只赚一两千块 你乘以三十天 再乘以六 这个数字 金额非常巨大 对数字非常可怕 所以他们就透过这个法规的漏洞 他们就把这个已经吊扣车牌的车 给开上路 请警察来开单 对 警察开了单的明目呢 他就明目就会写说 你这个已经被扣的车牌 你还开上路 所以你就会涉嫌到 盗家桃利的某一个罚款 之后一开完单 你的吊扣的罚的处分呢 就会变成吊销 然后就可以缴钱 拿到车的牌照 继续使用 没错 你只要缴了钱 你重新验车之后呢 只要付这中间的钱 你就可以重新拿到车了 对 所以对他们来说 你六个月的损失 跟这个吊扣变吊销 当然是选另外一个 就是花钱了事 对 花钱了事的 没错 所以当时这个 新北桃园新竹这一件事情啊 当时的被告 其实有多达41个人 那最后可能有一些人陆续被交报 所以牵涉到人蛮多的 那也是这一次之后呢 就是这个事情爆发之后呢 我相信应该各县市的警局 或是警力也会特别的来搜查 来彻查这一块 对 因为其实还蛮虽然蛮灰色地带 对 确实哦 这个吊扣跟吊销之间呢 这中间的落差 然后还有影响业者 他们营业上的收入 当然就是罚款搅一搅 那我们生意继续做 但是我也很想问于亚 其实照我来说 那接下来罚则应该就修一下 不要让就是业者跟警察 出现那种有寻租的空间 会是比较合理的 对 那因为现在有个修法 现在就是刚刚新闻有讲到说 不能再像以前一样 你吊扣变吊销之后 你马上就去验车 然后把你的牌照给拿回来 现在你就是要等六个月的时间 就等于说 你跟吊扣的罚则听起来是一样的 就是要遏阻这一种 利用法规来钻漏洞的这种行为 对 那于亚 我们今天还观察到一个新闻 非常的特别 我们刚刚看的是警记 那我们现在看的就是 军纪了 在这个陆军嘉义二五七旅 16名义男呢 他们群起斗殴 但是检方最后都是不起诉 这难道斗殴还有理吗 对 我看这个新闻说我也觉得蛮妙的 因为他这个是十几个人大乱斗 可是最后大家都没有事 而且还不起诉 其实就是跟法条很大的关系 因为法条白纸黑字就写在那边 那我们可以来讲一下这一件事情 他大概的案情是什么呢 他是有三个阿兵哥 那就是因为在他们跑步车瘾的时候 可能也发生一些口角 火气比较大 然后跑步车瘾起阵子之后呢 有两个人他们就去找另外一个人 就是寻仇 两个人三个人就全部打在一起 好打造完之后不是没事了哦 其中两个人呢 他们回到他们脸的时候 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不爽 可能想到说 我刚刚什么话应该要呛他什么什么的 结果这两个人竟然又叫了他们同梯的 说我们刚发生的事情我们一起过去 那第二个人的话呢就是聚集三个人以上 而且你要有施暴跟胁迫的行为 那从这个案件呢跟这个法条 我们可以分个两部分来看 第一波冲突的时候就是这两个阿兵哥去找这个另外一个阿兵哥三个人这边打架嘛 所以在法官认定上说这个是二对一 并不是非三个人以上聚集 所以第一个条件就不符合了 那在第二波冲突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重要 就是算是这个不成立的最大中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军事单位 他并不是公共场所 并不是所有的公众都可以进去的一个地方 那是比较封闭性的 再来就是法官他认定说 你们是打群架 所以并没有造成单一的人认为说 他有被受到胁迫或是施暴的行为 所以大家都是爽想的 所以才会被裁定不起诉 那其实大家会好奇 那打群架如果是社会秩序维护法呢 因为很多街上打群架斗殴的会被社会法办嘛 但是同样跟这个妨害秩序罪一样 就是因为他不是在公共场所里面 所以整个案子看起来呢 就可以验证一句话 就是在军营里面发生的是 恐怕都只有军法能够来处理 外面的一些法规啊 一些法律要进行着手 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确实哦 因为军中的环境跟我们外面民间 是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军法因为红中秋事件废止过后呢 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 对于部队的管理方面 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矛盾的问题了 我们谢谢玉娅的分析 好 谢谢新华 那重点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